哇 为什么你喝成了高级威士忌 而我还在喝廉价的福特加 吃头包了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X博士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尼古拉 我是发哥 我们是一场面向全球华人的娱乐脱口秀节目 一定要记得点赞订阅点击小铃铛 同时如果你觉得节目好看的话 把它推荐给你的朋友们 是 我们这期节目依然是苏俄黑帮系列 上一期呢我们讲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 然后这一期呢 俄罗斯历史翻篇进入了新时代 1991 一声炮响 苏联解体了 什么炮啊 时代的炮 皇家举炮 皇家礼炮 所以这一期我们故事开始呢 就是进入俄罗斯时代了 从1991开始讲述 所以我们这个资料来自于好多书 有一个是来自于这个群众出版社出的俄罗斯黑手党 还有个这个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大作家写的超级黑帮 还有就是一个英文的嘛 学术研究卧底 所以说还是有一点点的资料性吧 也不是完全瞎天的 只能说不是完全胡编乱道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意见的话 可以找群众出版社是吧 如果真的有那个挺懂这方面的朋友 比如说你真的 九年代混过俄罗斯黑帮 或者在这做买卖真接触过 也欢迎来我们这做客讲一讲啊 我是一贯认为这个一手资料总是比二手资料要强 所以今天就讲一个大概吧 就是斗大家一乐吧 也斗自己一乐 这期有故事也特别特别长 就是上次录那一二吧 你都半年前录的了 我忘了说实话的忘了 谁没啥老爱看黑社会啊 大大沙沙 都是学习这个宗教性了 但这期应该很长的挺辛苦 然后你看我舌头又挺大的 更是比一般累 真是蛮辛苦的 蛮辛苦的 所以 爱看就看吧 觉得好就点个赞啦 这事的啊 他们这期资料 我真是还是觉得挺感慨的 因为那个之前不说嘛 苏俄黑帮啊 在苏联时代 甭看着做古拉格 做铁板 还是在这种伯列日涅夫时代 格尔巴乔夫时代 其实都是前菜 真正进入俄罗斯 才是一个正菜上来了 才是真正的比较疯狂 比较野蛮的 比较血型的一个时代 俄罗斯90年代 叫做狂野90 或者叫疯狂90年代 要不就穷死 要不就疯了 因为知识分子吧 经济学家 可能老说啊 叶利钦这个带来了更加的民主 带来了市场 带来了自由 这是叶利钦 酒鬼叶利钦 和他两个小跟班 两个经济学天才 一个叫盖达尔 一个叫丘拜斯 他俩提出了叫 放任式经济吧 或者叫自由式经济 完全撤出了管制 价格完全自由 修科疗法 听起来就很好听 好多知识分子可能会夸耀 但实际上 他是把俄罗斯变成了一个 超大号的实验室 一个超大号的 一个细菌的培养品 在这个培养品中 诞生了两个怪物 一个是寡头 一个是黑帮 当时九十年代出 俄罗斯的真实状况是 极富的寡头和黑帮 还有极为贫穷的 生活在温饱线上的 广大的人民群众 还有那种的 原来可能是中产 他是知识分子 或者小官员 小公务员 一下变得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 倾家荡产 只能无能狂怒 他们只能盼着能熬过这个冬天 有人可能问了 感觉当时俄罗斯全是坏人呢 你有没有好人呢 其实好人呢 要不就死在了阿富汗战场 要不就死在了车臣战场 就像柳拜一首歌嘛 唱的那种的 为国牺牲的 炮兵连长 要不他们就是忍饥挨饿 成为社会底层 默默无闻的就这么死了 要不就是他们 转换身份成为黑帮 俄罗斯政府也给不起 他们好的待遇了 对 当时苏联解离之后 如果你是个 好好视频良民 他们的生活水平 是急速的下降 失业 贫困 恶性通货膨胀 无数人流离失所 生活在痛苦之中 受过高等教育 曾是研究所 科研人员的这些的科学家们 因为单纯善良 轻信别人 被人夺走了房子 赶出家门 睡在公园的长凳上 最后不堪忍受折磨而自杀 毕业于圣彼得堡哲学系的 一对知识分子夫妻 失去了稳定的生活和工作 忍饥挨饿 被迫去市场卖冰淇淋谋生 曾经在军工厂 从事导弹研发的 劳苦功高的技术人员被裁员 他们母亲 已经成老太太 从早到晚 跑遍了整个城市 寻找购物卷 为了活下去 就背着一袋袋的灯和玩具 在大街上就贩卖 年轻的女孩被卖到黑市 凌辱自杀 曾经造过导弹的工程师们 在街上导卖内衣内裤 功勋卓著的二战老兵 被人羞辱 老人的退休金 难以维持生活 这只是俄罗斯的一个缩影 苏联解体之后 财富两极分化严重 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几百万人流离失所 犯罪率急剧上升 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痛苦之中 这段话不是我说的 这段话原作者是 著名作家 对 阿里克谢耶维奇 名著二手时间 里的一段摘选 他们是这样描写当初的 俄罗斯社会的 所谓普通人过的是水深火热的生活 但是谁从中得利了 社会社区彻底的崩塌 对于普通人是地狱 但对于黑帮 那就是天堂 苏联解体的那一刹那 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开想了比赛的哨声了 吹哨了 真正的比赛开始了 是对他们来说是天堂的时代 但这里面有一个悖论 我觉得 俄罗斯已经从苏联的计划 转到了市场了 市场经济 谁是最大的会议者 按说应该是那些企业家 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那些人 以前比如说 你想卖一个货 还有从西欧走私 这个很麻烦 现在公开了 谁有本事 谁都可以从西欧进货 卖给俄罗斯 刚刚说的关键点 谁有本事谁卖 那什么是最大的本事 什么是最大的能力 难道不是商业头脑吗 那个让咱非一样 我有这个 还有这个就是观音是吧 能不能扎钱 卖了 寡头和黑帮 瓜分了俄罗斯 成为社会秩序的 真正的管控者 也成为经济的 真正的操盘人 所以大家如果要看 俄罗斯的一些作品 尤其是影视作品 它有时候会出现一句台词 什么台词 就是说 我可是经历过90年代的人 就是意思就是说 我是经历过地域生活的人 就是别惹我 我没那么好惹 因为我在90年代活了下来 而且刚才你也说了 90年代 俄罗斯社会上最值钱的资源 其实是暴力 对 正常来说 应该是政府是掳门暴力的人 暴力是如何留到了黑社会手里面 因为政府的权威 完全的崩盘了 没钱 你说如果政府维持权威 最重要的是什么系统 是公检法系统 对吧 但是因为没钱了 公检法系统全面崩溃了 最典型的一个职位就是警察 如果你当时是个警察 你会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余荣光问的这个问题 你一个月招200块钱 你玩什么命呢 你如果作为个警察 你真的想作一个正直的好警察 是不可能的 因为全都是黑帮 难道你为200块钱 你天天拼命吗 也抓不过来 对啊 更真实的情况就是 警察全部的倾向变成黑警了 他们有的是直接下海变成黑社会 有的是成为半灰半黑 为些黑社会办事 有的是直接的就是勒索 是这种的状态 当时俄罗斯黑帮出现了扩招 很像大陆大学进行了扩招一样 原来可能一年产出一万个大学生 到了俄罗斯之后 可能一年产出一百万个大学生 大规模的扩招 需求太旺了是吧 因为所有人都得活着 如果你想活着 黑帮是一个好的选择 这个黑帮在当时很像大陆的万众创业 每一个黑帮就是一个创新项目是吧 对 每个黑帮其实就是一个创业公司 所以人口大规模的扩张 咱们在第一期和第二期的介绍 你当时混黑帮 你可能是得加入Valty 得通过绿贼的批准 门槛很高的 对 你得混那个系统 但当时扩招产生了一个名词 什么名词 当时的黑帮名词分成两类人 这也是Valty这本书所寄出的 一类叫做蓝人 一类叫做白人 解释一下什么是蓝人 听起来白人好像是街霸二里边 白人 红人 Adoven Hoyogan什么的 是吧 其实不是 蓝人就是身上戴纹身的人 咱们讲过 你戴那种黑帮纹身的人 就说你从小就是混黑帮的 Og school 老子 就是符合什么黑帮的一些纪律 还有传统文化什么的 白人就是你原本是干净的人 你原本是可能就是一个公务员 一个警察 一个士兵 一个良民 有正经职业的 但是你加入黑帮了 这就叫白人 听起来这个蓝人好像应该比白人更厉害 对吧 职业犯罪分子 对啊 但是事实上 白人比蓝人可能更加的疯狂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活着 为了活着 他们可能什么都干得出来 白人好自行为是非常疯狂的 我想问一个问题 他们这些招这种白人的话 是什么人都招吗 比如我如果在俄罗斯 就我能不能当个白人 你这个前提就错了 招 你好像有个公务员系统似的 你去报考 你还是停留在这种 做机机下报考的处位 我没说创业 你有种 你哪怕没有枪 你拿把刀 你就可以创业 在俄罗斯90年代 你敢杀人呢 或者你敢去抢劫 你就可以去创业了 今天我这小公务员 明天我就可以变成黑帮 对啊 所以当时的白人 有几大类人 一个是警察 第二类是克格勃 特务 对 第三类是退伍老兵 都是有特殊技能 第四类运动员 还有那种很多的小公务员 甚至以前是共青团的优秀团干部 都是下海创业当黑社会了 所以白人就是公平 不看血统 对 不看出身 不看本身 而且当时的90年代 俄罗斯黑社会 并没有那种特别明确的组织关系 都是创业公司 你创业公司 我也创业公司 你也没权利管我 大家凭这种拳头和刀说话 谁能把谁杀了 谁就说话好识 所以说这个慢慢的 这种所谓的绿贼传统 也开始瓦解 当时小的黑帮 小到什么程度 小的黑帮就是管理一个街道 你在一个街道里边是管事的 大到什么程度 大到你能争取一个边疆地区的 有点像土皇帝的地位 甚至转为军阀 而且你如果在大城市 你可能会转化为寡头 成为真正控制核心资源的人 控制垄断地位的人 都是有可能的 李渔月龙门 当时的90年代中期 根据学者的统计 俄罗斯40%左右的经济 是灰色的经济 就是由黑帮控制的经济 对 那一般黑帮都比较擅长 做什么生意 如果是小的黑帮 传统的黄独 对小的黑帮可能是收保护费 然后就做一些走私 抢买抢卖的生意 甚至当这种杀手公司 大的黑帮那就搞得大了 比如什么生意 走私军火 石油 矿产 钻石 天然气 反正垄断性行业 垄断性行业 还有人口贩卖 毒品 还有甚至金融 他们搞大之后 开始有这种洗钱的行业了 从收税到搞金融 对 当时你还记得吗 咱们一二期讲的是 当时蒙古人不要搞改革吗 地下经济收税收10% 在俄罗斯时代 这个税率从10%变成了 20%30% 飙升 如果你不交 那就无法做生意 交了这个钱 好像也很难做生意 交了这个钱 那就看你这个黑帮 会不会一直统治了 他可能会换人了 换人了还得交 就像北洋军阀收税一样 收这么高的税 商人就很难赚到钱了 如果做一些正经卖 所以说你要做商人 做大商人 你注定是黑帮 或者注定是得有黑帮的盟友 你要卖裤衩袜子啥的 交30% 就OK了 所以当时整个俄罗斯 从大城市圣彼得堡 到莫斯科 到远东地区 大大小小 都是有各处的黑帮 其实我看这资料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 当时在远东地区 有一个叫远东盗贼协会 远东盗贼协会 主要是跟中国这边的东北 做贸易 收取保护费 走私 甚至上俄罗斯 还有中国边界地区放高级带 这不就是什么 莫斯科列车大捷案的时代 对 就是那个时代 后来我还查一下资料 这是卧底里边没写的 因为他不关注中国这边反对 当时我看资料 就是2001年 中国警方这边 已经破获了 跟俄罗斯黑帮 勾结的东北黑帮 而且我小时候 去海拉尔 去满洲里那一带 我的确看着过 有那种俄罗斯人 一看就不是扇类 特别壮 戴纹身 然后还穿着黑皮衣 后来我问秦铁 他们说这就是俄罗斯黑帮党 他们就应该是 可能是远东盗贼协会的人 俄罗斯黑手道 对 随着这个90年代黑帮的崛起 产生了很多的新的行业 比如说有专门的杀手公司 杀手公司成了一个重要的行业 这都是电影里才有的情节 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业 有这么多人需要被杀吗 有 有非常多人需要被杀 我给你讲一个数据吧 我当时看这个数据 超级黑帮里边说的 大家如果想查资料可以看一看这个 就是说当时90年代 每一年俄罗斯的杀人案是几千起 但是这是报案的 或者说被警察记录在案的 看不到的 那应该是这是肯定是几倍之多 所以说这个厮杀非常严重的一个时代 杀人从了一个重要的行业 当时的杀手是很赚钱的一个行业 它分四个等级 最基础的等级可能是你去雇佣一个该溜子 Galpnik 就穿我这种衣服的人 小流氓 小流氓 他去做一个人 可能很便宜 可能几百美元 一千美元就干一个人 第二等级是雇佣这种wall 专门的职业罪犯去杀一个人 或者雇佣一个小的警察去杀一个人 这个杀人的钱呢 是一万到两万之间 你知道差在哪吗 如果你杀的这个人 他是有保镖的 就是两万 加钱 两万美金 如果他没有保镖就便宜一万美金 第三等是雇佣 就是比较有经验的警察 还有就是特种兵 还有克格勃去杀一些人 杀这些人显然就是 比较有社会身份的人 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商人 或者其他黑帮的头 对 为什么要这么雇佣他们呢 因为他们能把这个证据抹掉 甚至他们可能调用这种警察系统 反侦查 把指纹去掉 把一些什么关键的物证给活 做的比较专业 对 甚至是可能雇佣一些警察内部的探子 把一些罪证 可能说一些手枪什么的 比如刀什么的 给毁掉 所以要花更多的钱 第四等是最高级的 第四等是杀手组织 杀手团 专业集团 对 专业集团 一般这种的针对目标 都是政治任务和大的黑帮 因为为什么呢 要做到万无一失 一切的证据都得被毁掉 所以他们必须得团队做案 他们雇佣这个首领 一般都是克格勃 或者军队的一个军官级别的人 他是作为这个领导者和策划者 策划者主要的工作就是 他去雇佣两拨人 一拨叫执行者 一拨叫善后者 执行者很简单 就是他雇佣这个杀手 去把这个人给做了 一般都是精英战士 特种部队出身的 二呢 就更重要了 善后者 善后者主要就是 一是裁俩 前期侦查 二是杀手做完之后 他们负责把目击者全部都做掉 清理好 而且把一些罪证全部抹掉 也是协助这个杀手撤退 主要做这个工作 而且关键点就是 执行者跟善后者不能认识 两拨人 隔离 业务隔离 业务隔离 大家要看90年代的一些大案 比如谋杀某个政治人物 谋杀大的这种的黑帮头子 基本都是这么作业的 这么作业的经费是非常贵的 这多少钱 几十万美金 一百万美金 一单 不要觉得这钱很贵 对于寡头和大黑帮来说 几十万美金 一百万都是小钱 做的买卖比较大 因为他们经手的买卖 可能几年之间 一年之间就能挣几亿 十亿美金 这都得做什么买 寡头 石油 光产 军火 都这级别的 有一个好玩的事情就是 他们当时会制作很多小的暗杀道具 是蛮有意思的 小的暗杀道具 有一个最经典的 叫暗杀录像带 这什么东西 他们把一个录像带 或者录像机 做成一个炸弹 当你看的时候 啪就爆炸 是怎么发现的呢 这个工厂首先都是在爱沙尼亚 他们专门制作这种的录像带 但是一个录像带 不知道为什么 跟真的录像带混在一起了 被无辜人买去了 被一个买黄片的高中生买到了 然后在他家炸了 然后就是警方发现 有这种暗杀录像带 知不知道一般什么题材的片子 更容易被做成暗杀录像带 黄片 是吗 反正我觉得高中生可能是想买黄片 透露露露露在家看面都炸了 但是当然这也是一个悲剧了 俄罗斯这种黑色幽默太多了 你看有了杀手公司 自然而然的要诞生另外一个行业 有毛九顿是吧 对反杀手公司 就是安保公司 安保公司当时是多么夸张呢 也反映当时90年代俄罗斯有多乱 看到这个数据我也是蛮震惊的 90年代的时候 也是根据这本书的作者的统计 1999年俄罗斯登记再册的私人安保公司 达到11500家 雇员达到80万人 保安公司数量比Parsol数量还多是吧 对啊 其中20万人有合法的武器执照 拿着武器执照人都什么人出身的吗 可能是前警察吧 你真是说 就是三类 前警察 克格勃 还有军官 这三类人成立了安保公司 有没有黑道的人组织的安保公司 黑道本身就是安保公司 他们是不注册的 对你说很对 他们是不注册的安保公司 那我如果当时既开杀手公司 又开安保公司 是不是赚两份钱 有的 你怎么知道那些案不是安保公司人做的 安保公司难道只做顿不做毛吗 挣两份钱是吧 对冲一下 当时那个警察当这种杀手 这种案件是太多了 讲一个经典的案例吧 当时警察的名声就是半个匪 如果你是个天真无邪的 好好先生的 你从马路上捡了五毛钱 还真交给警察叔了 警察叔只会伤一个大嘴巴的 赶快滚蛋 当时那个俄罗斯人见到警察是躲着走的 我曾经看过一个中国留学生的技术 他那天是下着大雪 他可能是没钱打车 很可言 他看着有个警车开过来了 警察叫上车 给他吓坏了 他觉得警察要抢他赶快跑了 当时的外国人都知道 俄罗斯警察就是半个匪 赶快多元典 当时有那个一个经典的那个罗罗斯电影 大家可以看看 叫硬汉子 他就是从一个士兵走投无路加入了警察 警察的日常工作就是敲诈勒索 还有一些陷害一些的工作 在公厕收门票 对 当时警察名声实在太坏了 有很多恶性事件 比如在1995年的赤塔远东地区 就有一个警察跟市民结了仇 这个警察做了什么呢 把这家全部灭门了 包括一个一岁的婴儿和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 这个特别像这个杀手不太老 家里奥特曼干的事 黑警 黑警 还有一个事情特别有名 为什么呢 因为竟然出现了一个好警察 让整个俄罗斯都有点震惊了 什么样的 咱这年代还有好警察呢 1997年 黑帮聘请一个厄姆斯克的警察 去刺杀一个黑帮头子 这个警察是老警察嘛 他这个车里背着这种的枪啊 还有狙击枪啊 炸弹的过去了 半路上被一个警察交警给拦住了 这个交警 跟他说 查车 把后面箱放开看看 然后那警察就肯定不干呢 是吧 就有点威胁 说咱都是干这行的 行得方便呗 那警察特别愣 非得把他拦下来 非得查到后车 杀手警察呀 直接抱起 把那俩警察给干死了 一死一重伤 但是这个重伤警察 拼死 搏斗 把这人在黑警上抓住了 一查 这杀手是黑警 但是同行 对同行 当地的民众 市民震惊了 说咱这时代 还有这种的好警察呀 简直就是圣人 圣徒 所以 这个死去的警察 他出殡的时候 全程欢送 这是圣徒 因为在那个年代 警察居然不收黑钱 居然真的保护治安 这是非常的 怎么说呀 圣人了 罕见 纯纯圣人 这是 其实当时好多这种新的黑帮创业公司开始崛起 竞争很激烈 竞争非常激烈 在各个小的片区每天都发生不同的厮杀 我看这资料我感触最深的事是那些边疆地区小地方的黑社会为了出头他们的厮杀是非常血性的 是非常让人震惊的那种的状态 但是一般边疆地区本来资源就很匮乏呀 你说的很对 就是因为穷 所以杀的更要狠 因为谁都穷 谁都只有一条命 你能当黑帮 我也能当黑帮 这么贫瘠的地方只能比谁比谁更狠 狠的简直就是超乎想象了吧 有没有具体点的例子 讲三个最精简的案例吧 因为这案例实在实在太多了 其实我讲的每个案例 可能都会找到十个几十个相同的案例 我提取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吧 第一个案例叫做贡清城黑帮 贡清城黑帮也是在远东地区 阿木尔河畔 阿木尔河畔 重要的军工城市 请注意啊 小镇的黑帮好多都是所谓的白人 之前是一个从事正经工作的人 他们为了赚钱更加的凶狠 贡清城黑帮的一个特殊状态是什么呀 他是训练童子兵 训练真是训练 青少年 他们在那个贡清城有一个岛 有个小岛 当地的黑帮啊 是把那些小孩 厚勇斗狠的十几岁小孩 专门拉到岛上啊 做特训 做一些军事训练 就是传统的这个少年团的训练 然后派这些小孩去杀对手 因为可以免责吗 因为小孩杀起来更加的不怕死 或者是不容易被发现 对 其实有这种犯罪经验的朋友都知道 胖招这个少年还是躲圆脸 天地人还是最狠的 因为他们不怕死的 不知道天高俱厚 所以这个共青团这黑帮 还是杀的挺狠的 但是杀来杀去杀这么狠 都都用铜兵了 他们共青团老大 临死的时候 被别人干死的时候 他拢的财产才二三百万美金 也就过大黑帮搞一次 搞一次大暗杀的活动 因为这个小地区真是太贫瘠了 他们杀来杀去 可能是抢某一个大的农贸市场 或者抢一个那个跟东北啊 做一些这个走私贩卖的生意 当时好多东北的小商人嘛 去带一些什么皮货 一些什么纺织品呢 去俄罗斯赚钱嘛 都知道俄罗斯不行了 缺轻工业 包括那个喜剧片 叫东北一家人嘛 牛小伟都想发财 然后带点什么皮货 两千块钱进货 上俄罗斯卖嘛 能水壶之类的 对 他们这种当时远东黑帮争夺的 就是这级别的利益 还有一个是干事儿极其血腥的一个黑帮 叫做金库兹涅兹克帮派 说明之前有一个老库兹涅兹克帮派 这个新库兹涅兹克帮派给灭了 新库兹涅兹克帮派的头目是什么呢 它叫拉伯茨基 拉伯茨基在苏联解体之前 他是一个好孩子 标准衣装的好孩子 因为他是以体育训练而致命的 是个体育生 优秀运动员 身体特别好 擅长自由式摔跤 对 大家可以看着照片 对 长得很帅 体格很好 体格很好 脖子脑袋一边粗 对 他就是格斗高手 后来呢 他参加什么呢 他参加了这个苏联的军队 是空降兵部队 VV 对 VV 我上期穿那蓝色的背心 是 后来在苏联的末年 因为时代太穷了 慢慢的开始混了黑帮 因为新库子念客 那地方比较穷嘛 是吧 他没有别的出路 饿死 当穷人 也可以进场轮大锤是吧 那只能是打工嘛 挣点微薄的薪水 吃点黑面包 可能连哈尔滨红肠肉吃不起 所以说你真的想赚钱 只有参加黑帮 他当黑帮 他的特点是什么呢 因为他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渠道 没有特殊的经验 他只能保持一个字 当时啊 他组织了一些 他曾经的一些 发小啊 朋友啊 战友啊 组织了一个小小的黑帮 他为什么能出名了 能控制整个城市呢 因为他够狠 杀人够狠 不光是他会把别人杀死 他会很血腥的手段 比如说 他有一个竞争对手 一个黑帮突袭他的时候 他把这个人割喉之后 把他的尸体给分尸了 他就拿着这个敌人的脑袋 还有这种去干 手啊 胳膊什么的 把收藏起来了 当个收藏品 后来他就拿着这种敌人 这种胳膊 腿儿 去各个的这种的小商人那儿 去收税 他直接的先把那个腿拍在那儿 说一句金句 在当地很有名 就说 你应该把你的收入 分享给你的好兄弟 就是我 他就天天就夹这种干湿啊 各处收税 这个事儿在俄罗斯是非常有名的 不敢不给啊 对 不敢不给 而且招选他的小弟 招选他的战士 也非常有意思 他只要运动员 能打 对 能打 运动员服从管理 他从来不招那种的老黑帮 不要 无组织 无纪律 不要 对 他说他呀 他喜欢和欣赏那些有健壮和健康生活方式的人 没有快习惯 早睡早洗 天天断练 我只需要生活健康的人 这样生活健康的人才能跟我一起打一起杀呀 是不是 他不当个主教练 或者什么军队军官 那个虚才了 对 他也是比较可惜的一个人吧 他如果生活在战争年代 可能会成为一个不错的军官 但是在这种混乱的90年代 成了不错的黑帮猴子是吧 他也并不是不错的黑帮猴子 他是有点既狠又有点可笑的黑帮猴子 他的家乡 库斯尼斯克 还是油水太少 乍来乍去 可能也是薄薄的一点美金 他是还是比较有理想和雄心壮志的一个人 他认清了 如果混合一帮 还是得去莫斯科 得去首都 对 有点像古代的这种日本的 叫上落 上落 对啊 你是想当将军 你必须得上落 是吧 他就去了莫斯科 他去莫斯科之后 还是干的比较鲁莽 还是拿着胳膊腿去收钱 他先找那种比较软的商人下手 你知道什么是莫斯科比较软的商人吗 没顾保安的是吗 中国人 中国商人 他在莫斯科干的第一票大的血案 就是杀一个中国商人 他杀这个中国商人 这个中国商人 不知道为什么 躲进了一个莫斯科的学校里边 他就追进了莫斯科学校 在莫斯科学校里边 把这个商人给杀了 在当时也是比较轰动的一个血案 这就引起外交忧分了 并没有 在当地这黑道世界还是比较夸张的 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大学 毕竟是象牙塔 你打打杀杀也混不进这个大学 杀外国人 当时他杀这个枪击案 他是拿着AK47 在一个桑拿房浴池里边 射了60发子弹 狂射 后来他又是去威胁和胁迫 一个莫斯科的一个厂长 莫斯科厂长都说 我可能给别的黑帮交钱了 你是谁 我为什么跟你交钱呢 不交是不是 不交就割喉 就这个方法 但是他在莫斯科 混了很短的时间内就发现一个状况 就发现内讧了 他发现他小弟 可能要投靠别的黑帮 或者说联合别的黑帮把他灭了 其实在当时的俄罗斯黑社会 这是非常常见的状况 万众创新嘛 发生这种什么兼兵啊 收购很正常 是啊 或者说这个合伙人二把手 CFO啊 这个要把CEO给干掉 这种事也很常见 在中国也很常见吧 是吧 但是人家黑帮没有退出机制 你可能是这么伤斗 可能给创始人一笔钱 你也下去了 是吧 但是黑帮的斗争只能是杀人 命交出来 面临这个内讧嘛 老二又杀老大这个局面 这个创始人嘛 他决定呢 我先下手围墙 我先做个炸弹 给他炸死 这不就完事了吗 失败了 他就是把炸弹呢 就搁在那之后 但是他定错时间了 毕竟是那个科学技术不太发达嘛 他定的时间定早了 把自己给炸飞了 乌龙啊 我没说他非常搞笑嘛 把自己给炸死了 然后这个照片是有的 大家可以看视频照片 这老大就是被炸飞了 搬车了 他又看怎么把自己炸死了 这个状态 然后这是刚刚说又血腥又搞笑的 新库子尼斯克帮派 就这么消亡了 还有一个最疯的帮派 我觉得也是值得介绍的 是很传奇的 就是大家可能说 这招威克有没有 在俄罗斯里边是真的存在的 这个最疯的黑帮 叫做库尔干帮 库尔干好像又是那种 什么中亚的少数民族 不是少数民族 他们那个地区啊 是偏近中亚的 是边境地区 卡石库尔干 对对 他们是偏向边境地区的 但是他们都是白人 都是这个俄罗斯族的 首先他们创业就很有意思 他们是非常非常典型的白人帮 典型到不能再典型了 以前全是良民 而且不仅仅是良民 他们曾经都是共青团的积极分子 优秀团员 对 所以他们被称为这个共青团派 团派 我先介绍一下他们的创始人集团 他们的创始人 一个叫做安德烈 科利哥夫 高等军校毕业 预备役中尉 前共青团积极分子 带着小红领巾的 跟正描述 听听听像列宁敬礼 第二个创始人叫做奥列格 聂柳斌 毕业于体育学院 苏联自由式摔跤运动硕士 曾经在军队担任狙击手 后在学校担任优秀体育教师 也是跟正描述 第三位创始人叫做 北塔地伊格纳托夫 毕业于体育学院 也是优秀运动人 之前在工作中也是优秀的工作积极分子 劳模样的人 三人均无千科 然后他们的八十年代末 是在库尔干做一个安静而优雅的掘墓人 挖坟的 挖坟的 他们是在库尔干公布里边 专门是挖坟的 是优秀的积极的劳动分子 优秀挖墓人 一辈子挖了一万多个坟 他们在这期间遇到了一个好兄弟 第四个合伙人 叫做索洛尼克 索洛尼克就是招王卫克的原型 对就是招王卫克的原型 他毕业于内政部高等学院 对 其实前三个创始人都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这招王卫克索洛尼克 索洛尼克的是履义什么呢 索洛尼克他天生就是一个好的运动员 也是运动员出身 而且他在早早的年纪十八九 就参加了苏军 他在苏军的时候去东德服役 后来跟普京是同亲生是吗 对 而且他的家庭也是一个良民的家庭 他的父母全是铁路工人 王小 对 家里 漫长记忆 全部是优秀而老实的工人 他家就是住在一个典型的 像中国东北的一个大坝楼里边 赫鲁晓夫是件 对 他就是在这里的生活 但是苏军的解体 导致这一拨人全部变成了黑帮 全部挖坟是吗 对 那索罗尼克之前呢 他是有一定的那个略计的 他之前可能是因为性骚扰 或者强奸 进过一次局子 局子之后就是性情就开始变了 他觉得生为这个乱世 还是得以杀为重 大男儿以杀为重 天天挖坟就接受不了 对 他们那个强的是什么呢 强的就是冷酷专业 杀人 干脆利索 他们刚时啊 是在库尔干去去杀一些当地的黑帮 因为黑帮搞什么危险吗 说你混黑帮我们也混黑帮吗 那咱比比谁狠是吧 对啊 当时索罗尼克他们都是军人出身嘛 所以这种狙击啊 暗杀呀 小意思 枪法很准 在当地库尔干 他就是杀了黑帮头子而闻名的 后来他们觉得库尔干这个地区还是太穷 油水太少 油水太少 还是得上落 去莫斯科 去莫斯科 库尔干帮他们集体打包 去了莫斯科创业 他们的创业就是做大黑帮的外包 杀人 他们就是比较专业的杀务公司 尤其是这个索罗尼克 索罗尼克他是金牌杀手 一些很大的黑帮 都是点名要顾应这索罗尼克去杀人 索罗尼克的战绩已经高到什么程度了呢 如果在他的西方 他就是赵安威克 他在东方 他形象非常像陈桂林 特别像陈桂林 就是狂烈杀手 以杀入道的一个人 他的第一票就震惊了整个莫斯科 他第一票就是刺杀了俄罗斯的一个绿贼 老绿贼了 老绿贼叫维克多尼基 罗夫 六个月之后又干了一票 杀了另一个重要老大 这场战役极其的经典 因为他是在一个月总会把他干掉的 而且那个老大身边有六个保镖 我们赵安威克里面的场景是吧 赵安威克一里边就有这个场景 赵安威克二里边在罗马也有这个场景 说这个索罗尼克杀人特别准 他就带一个格洛克手枪 啪啪啪就给杀一个 他在当地太有名了 索罗尼克在喝酒的时候 被莫斯科警方围捕 刚开始只是怀疑他 并不确定他是那个著名杀手 当时索罗尼克拿出一个格洛克手枪 当场杀了七个警察 这么狠 杀了七个警察 而且才被抓住 被抓住了 对 被抓住了 因为警察人多嘛 围捕嘛 当时都市传说他的枪话有多准呢 说他是三枪打在同个地方 三枪一个洞 三枪一个洞打在同个地方 而且这个传奇还远没有截止 被逮了都 被逮了之后 他关进了俄罗斯一个当时非常著名的监狱 叫做寂静水手监狱 当然这是江湖的称呼了 因为这个监狱啊 位于莫斯科叫寂静水手街 因此而闻名 是俄罗斯有名的悟道场所 那个什么悟道场所 著名的监狱 当时那个一个叫寂静水手 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学习场所 叫做黑海屯 全是观众情况 对 如果你进了这两个大学 说明你是在黑道里边的确是有一号的一个人 你知道最经典是什么吗 最经典就是江湖传说 他在寂静水手监狱啊 有的黑帮要干他 要不在这里边把他坐牢 然后他在里边进行过一对十二 哇一一比英文还狠 一对十是吧 他得再加俩了 而且一文一打十 一文想吃米啊 是吧 人家索罗尼克是纯纯就是爱好啊 是吧 一对十二 一对十二这个场景啊 特别像有个经典的动作电影啊 叫突鞋二里边 啊 动作明星才干不出来事啊 他做到了 嗯 而且这个传奇远未结束 他一对十二之后 索罗尼克在这个寂静水手俱乐部里边越狱了 跑了 还跑了 打完中还跑了 有江湖传闻他是警察帮他越狱吗 有行为了 不知道到底是 反正他就真的就跑出去了 嗯 然后这一下子整个黑帮就化人了 这是什么人呢 这是神人 天生杀神呢这是 然后关键是最狠的是什么呢 他越狱之后 他又是接了好多大的订单 他当时好多黑帮大佬点名要他 之后要讲到一个叫谢尔维斯特大佬 专门要他去杀人 所以说这个索罗尼克当时的身份 已经是脱离了库尔干帮 嗯 他已经成了莫斯科黑帮 金牌杀手 金牌杀手 王中王就是纯粹的招握卫克 他干谁都能干得到 就这个状态 而且传奇什么呢 他在1995年呢 再次被捕 又被逮了 再次越狱 再次还能跑了 对再次越狱 但这次越狱之后 他就是走了 就是走哪了 跑了跑到了希腊 他觉得这个 今天在莫斯科打打杀杀呀 后面去了 永远只是个工具人 他决定自立门户 江湖传说他有这个一定的希腊血统 但是都是江湖传说啊 因为关于他的神话是非常多的 关于他神话还有什么呢 他外号还叫马其顿人 为什么 叫马其顿人呢 当然了啊 马其顿跟希腊一个也近嘛 是吧 二呢是他传说他会 马其顿射击 马其顿射击就是双手持枪 防控精英里边那个 对对对 绿衣服的 对对对 他的那个绝技就是 一手一个格洛克 然后疯狂交叉射击 这个射击除了索罗尼克会 我觉得就是双向老太婆 双向老太婆 第三个可能就古不定的 楼拉了 可能阿伯传说 还有那个红色警戒里边 坦雅 也会玩这个 索罗尼克的结局是什么呢 索罗尼克跑到希腊之后 原来的黑帮觉得他背叛了黑帮 所以派了一个超级杀手 在希腊把他给做了 比他还狠 也是一个比较传奇 不能说比他还狠 因为你把他做了之后 肯定在黑道也有名了嘛 就像陈鬼林是吗 他只杀大佬嘛 只杀传奇人物嘛 把他做了杀手 后来一个很有名 叫做杀手萨莎 索罗尼克就这么的 在希腊被人给做了 但是关于他的传说 在俄罗斯远远流长啊 他在俄罗斯实在是太传奇了 跟互兰大侠的 比互兰大侠有名 就赵恩维克嘛 赵恩维克级别的嘛 现在赵恩维克拍到四了 赵恩维克死没死 大家还都说 还得出赵恩维克五嘛 索罗尼克有好多人认为 没死 假死 找了个死尸替死了 那时候真正索罗尼克呀 就消失在茫茫的人海 然后就是退隐江湖了 而且那个还有 比较狂的杜伦传说嘛 索罗尼克后来就化身为 那个一个英国人了嘛 成了一个演员嘛 叫加里奥德曼 因为那个索罗尼克长得 长得非常像加里奥德曼 而且索罗尼克有胡的照片 好多那个Ready网友也说嘛 就像找妹克的啊 索罗尼克真实的身材 其实并不高 一米六几 在俄罗斯是一个非常矮的 一个的身高 有点像潘长江一个状态 但是却是一个大的沙尘 这关于索罗尼克呀 还有好多特别 怎么唏嘘和有意思的事 索罗尼克有一个儿子 索罗尼克的儿子一直 看这孩还有儿子呢 有啊 这是生活工作两不误嘛 这是值得大家所有人学习嘛 是吧 索罗尼克的儿子 一直不知道他爹是干嘛的 也一直不知道他爹去哪了 直到 爸爸去哪 他的爸爸 不知道 直到他的儿子13岁的时候 他看电视才终于知道 他爸爸是谁了 因为那个当时俄罗斯流传一个 特别有名的一个电视节目嘛 叫做俄罗斯犯罪 记录片差不多 对 一个技术当时90年代有多狂 那个片 然后开集 第一个介绍的人就是索罗尼克 你看这我爹 这不我爹吗 然后这时候他才知道 原来我爹是一个这样的人 顶级杀手 顶级杀手也震撼了 是不是可以继承点财产 没有 因为他爹在希腊被人做的时候 然后清点财产吧 发现索罗尼克的全部财产 大约是二三百万美子 这么玩命就挣这点钱 对 就张维克 真是张维克杀了这么多人 杀了这么多大佬 传说他杀了三十个黑帮大佬 他杀了三十个黑帮大佬 最后宰下来钱才三百万美子 平均七八万美金一个 当然可能索罗尼克 很有投资的头脑 可能在希腊买了很多不动产什么的 你可能买了什么股票了什么的 赔了 赔了 但是直接最后的银行存款 就是二十三百万 不是很多 也说明一个道理 所有观众共勉吧 如果你做一个大工者 出卖体力劳动的 其实你到了招恩卫克 或者说索罗尼克 可能你的财富 天花板也只是这个级别 一单一单做 对 你跟那个骆驼翔子 黑帮的骆驼翔子 你看似很狠 但是你还是靠体力和手艺挣钱 你跟那时候真正玩资稳的 那种寡头 大的黑帮 还是比不上 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你知道最唏嘘的是什么 索罗尼克一辈子挣的钱 还不够黑帮打扰玩一次的 你知道吗 玩是哪个玩 你知道他们玩什么吗 玩一个特别夸张很有意思的 也是这本书 计数的 俄罗尼克二赌是吗 也这本书计数的 这书作者还挺有意思的 这书作者真是一个大的作家 哥德曼家族 就是根据他这本书拍的 你知道他们那个大的黑帮头子和寡头 玩什么吗 他们在2000年的时候 因为他们好多是在法国有资产们的南法 他们在南法有一个庄园 经常的办party 从俄罗斯雇着这种私人飞机 请这些政商界的名流 他黑道的过来来南法他们的庄园 参加什么party呢 有好多人化妆成当年苏联时代共青团园 就是那种特别辣的这种辣妹 然后穿着共青团那种的小红领巾 然后端着盘子跪着服务 然后还请很多那种壮汉 就是扮演这种当时这个集体农场的农民 工人 然后开拖拉机这样的 然后端上来的都是那种什么好酒 罗曼帝康地什么的 然后那喝 根据内场 内场还有那种的幸福 也是这种的名文或者美女 穿着苏联时代的衣服 给这些权贵们服务 他们还打一个logo和标语 什么logo logo就是锤子和镣刀 当时苏共的标志 然后他们还模仿着总书记 行行讲话 标语就是 劳动是伟大而幸福的事业 古拉格里出来了 古拉格兄弟 然后他们就搞这种party 他们有时候在南法搞 有时候是在东京搞 有时候是在纽约搞 当然在纽约和东京 可能就不能搞这么浮夸了 搞这么浮夸了 可能也搞聚会 就是他们每玩这一次 花费都至少是500万美金一次 他们搞一次够索罗尼克杀两辈子人 杀两辈子人 对 所以大家在任何的流行文化里边 电影啊 比如说什么2012啊 信条 看那些俄罗斯寡头那种做派 都是真实的 而且 可能还收敛了 远胜于美国人和英国人想象 因为美国人英国人可能 想不出来 想象不到 那是一个多么疯狂的国度 看似特别的凶狠 特别的传奇的这些黑帮 赵王卫 他们都是小菜 或者说打公族 他们都是滚滚黄沙中的一粒小沙子 撞不到什么大线 撞不到大线 影响力有限 真正的大黑帮 都是存在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 这就是我们下期要讲的内容 好 OK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他实在忍不了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他一样 我他妈也是一种元出身的 不可拉 我也打黑帮 就跟他妈 北斗沈权 一又爆了 你能杀 我也能杀 我比你杀的还狠 然后他就成了疯狂的谢尔维斯特